就说那个 当时听一个节目的时候 说有一个同修 就是说那个眼睛眼睛 之间那个树纹 就没说出去 于是说有那树纹可能是不太好 对有那个树纹 那叫硬塘 两枚当中 那一根很深的 就叫硬塘破了 硬塘破的人呢会早死 就是 但是呢 但是呢不完全是这样 如果你学佛念经的人 他可能会有节 但是不一定过不了 但是如果你不学佛不念经 你两枚当中 这根硬塘很深 那么就叫破了 那么你很快可能就会有节过不去 那么就可能会提早夭折 听得懂了吗 他是不是有 快有一部分 那有两个 还有三道的 是不是越带边上越多 然后就证明节越多 没有 只有一道 有节 三道就无所谓了 两道 在边上了 不会到当中了 就没关系了 就是最刚刚的又不好 是吗 对 就是在当中那一道 叫硬塘的那一道 这一道呢 如果生了 那就叫硬塘破了 听得懂了吗 嗯 生我 就没修西南法门之前 我有两道 就是两眉之间 但是我觉得一段时间 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停了 停那么早 但是这个 平了是好 就是说现在 就这种可能跟那个 可能就有很大的 你觉得心态度平和了 就是看 对他某些事 也算开了 这个动作也有关系 那当然了 而且修行改命啊 修行元寿啊 所以你一元寿 他脸下 上面那些短寿的东西 都会没有的呀 所以过去人家说 手下也会变的呀 过去人家一看 上面的人一看 哎呀 你这个人短命鬼呀 一修行之后 他这个手下上面 人都不一样了 哎呦 你这个人命怎么长了 听得懂了吗 傻姑娘 嗯 是 他们都好看 那个朋友 之前的朋友看着我 说 大家你们脸色 怎么那么好看呢 就是修完这位 脸色特别 就是脸色特别亮 就是特别白了 我感觉一变白了 那当然了 越修越漂亮 如果越修越难看 谁去修啊